大家好,我是GoMix的Jacky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中国最近比较火热的话题 就是对于二胎三胎,鼓励生育,征收开放这样的一些内容 国内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就是现在晚生晚育的人越多,单身的人也越来越多 单身人数可能超过1亿多人口 就适令人口还在单身的情况下 包括我本人,当然了不是不为社会主义做贡献 那么昨天我本人还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我今年脱单的概率是0.0000亿 那我相信其实我身边很多跟我同龄或者年龄相仿的朋友都差不太多 尤其是在一线城市 那么大家的生育或者是结婚的时间都已经往后延期了很多 像我大学同学到现在普遍都是30岁上下 那么单身的跟我关系好的可能是一半的人口 所以说中国目前推出来的鼓励大家生育这么靠后的一个问题 却没有想到之前的问题怎么解决 就是大家现在单身找不到女朋友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承受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带来的生活压力 那么中国政策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在生育问题上变了好几次 在我小的时候呢 经常看到大字报大字符贴在这个墙上啊 或者是画海报 那么大家呢都是鼓励晚生晚育 优生啊 少生对吧 那么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像我们长辈可能60岁到70岁那一代人呢 60后50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是生六个七个啊 就是兄弟姐妹特别多 大家呢 觉得一大家子人多 比较有意思 像我回老家 我可能上下加在一起 我的亲戚朋友 或者有血缘关系的 接近一百号人 当然我名字可能都记不住 但是到了80年代之后呢 第一批80后可能就已经是独生子女了 或者是第一批90后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大家并没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可能呢只有一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啊 社会的节奏呢 就开始变得非常奇怪了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经济扩张 或者是社会结构的扩张 比较完善的呢 是生育率是在2.1到2.4的水平 就是一个家庭呢 要生两个孩子多一点点 那么现在呢 独生子女出来这个政策之后呢 整个一代人十几年的时间 整整一代人到两代人的时间呢 只是在1到1.2 1.3的水平 导致了我们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 就是老龄化人口比较高 那么如果呢 一对90后结婚了 那么上面呢 一般要需要赡养四位老人 或者呢甚至更多 如果是我们的父母都是 只有独生 也是只有一位的话 那么我们父母的 像爷爷奶奶 那么也是需要我们来赡养的 所以呢 整个上面 我们需要做的 赡养的义务呢 就非常多 那么如果我们有小孩 一个两个三个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是一对夫妻 要养七口人 那么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像现在国内呢 内卷非常激烈 经常很多行业是六天工作 然后呢 每天工作九个小时 甚至极个别的行业呢 做到了007 不可想象啊 那么007呢 就是从早上九点十点 干到晚上十二点 你说回家 怎么有小孩 对吧 没有时间有小孩 那么累 那么辛苦 所以呢 这个政策呢 我觉得呢 整体上来讲的话 只是纸上谈兵的成分更多一点 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愿望 甚至说呢 有的这个中国的一些国企啊 某一些大佬啊 当然了 他是有政策背景啊 或者是政治需求 讲的这样的话 就是说 在没有生小孩之前 或者是没有生三胎之前 不允许家庭使用并运套 这个觉得有点奇葩了啊 那么这个是中原集团的 董事长讲的话 所以说呢 在目前的市场里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声音很多 但是呢 95%的人呢 是认为这个政策不太可能落实 那么新华社呢 也是做了采访 1.4万人 只有600人 觉得啊 我们可以去生 要二胎三胎 但是呢 这600人里面 还不一定 他们都能做到 对不对 他想生还不一定能生 不一定有这个身体能力 或者是不一定有这个时间 这个呢 就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而1.3万人口呢 都是根本不会考虑 生二胎或者是三胎 甚至呢 连生小孩 都已经要延期了 因此呢 这个政策呢 就是雷声大 雨点小 对我们的实际生活 没有太大的变化 除非我们的社会结构 发生了一些改变 那么大家呢 能够负担得起 有闲暇的时间陪孩子 像我们在澳洲的华人一样 大家周末的时间呢 至少能有一天 陪家人 陪小孩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我们才愿意啊 去有两个小朋友 有三个小朋友 那么大家其乐融融 自然澳洲呢 大家付出的时间 付出的努力 基本上是能够得到正回报的 那么在国内呢 即使007 也随时有可能被内卷掉 那么这个呢 就是社会现象 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估 但是我们希望去做出改变 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朋友咨询到 包括啊 可能有利于同装 可能有利于A2奶粉啊 这些行业 包括培训机构 教育机构的这些 上市公司的股价 我认为呢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事情啊 本身的执行力和可行性 都是非常低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啊 关于三胎 或者生育政策开放的问题 那么如果想要获得 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小助手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网 和微信公众号 感谢大家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